来这个题目的观念就是 当这个电流往下的时候 它会产生磁力线 那这个磁力线来大拇指是电流 大拇指电流四指磁力线 那这个四指磁力线它会这样子 钻进去这个什么 线圈里面 所以这个电流它说是 它说电流 电流增加 OK 那电流增加磁场会进去增加 那不要让你磁力线进去增加 我们就出来抵抗 产生感应磁场出来抵抗 来大拇指是感应磁场 那四指是感应电流 所以感应电流呢它会逆时针 OK这个感应电流我写i' 这个感应电流会逆时针 那这个感应电流跟这个圆形的电流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会有一个次力 这个要被反向电流是次力 所以说感应电流逆时针 那 所说次力向左答案b跟c 就是这个功能的